1948年11月11日上午,正准备吃早饭的蒋介石突然收到一封紧急电报,四十四时被全歼,师长刘生贺自杀。 不到四个小时后,又一封电报被递到蒋介石面前,六十三军被全歼,军长陈章引弹自尽。 不到一天之内,两位国军将领自杀,仅三万名国民党士兵被歼灭。 蒋介石非常愤怒地问道,对手到底是谁?一旁的陈诚小声回答道,是素玉。 蒋介石的脸色顿时凝重了起来,随后无奈地说道,我军难道,九门人能对抗素玉吗? 说完这句话不到一周,蒋介石便收到了前线的捷报。 11月14日,陈诚拿了一封电报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,非常兴奋地说道, 蒋校长,黄百涛有捷报传来,随后大声地念了起来, 我不与碾庄与素玉部队遭遇,也给对方造成沉重打击。 这个久违的捷报让蒋介石兴奋不已,当即拍案高呼道,黄百涛真英雄也。 正在蒋介石在部队中大肆鼓吹,碾庄大结石,却突然收到了黄百涛的遗言。 感谢蒋校长的知遇知恩,黄百涛以死为报。 而在得知黄百涛的死讯后,素玉则长舒了一口气说道, 以后在战场上终于不用再紧张了。 黄百涛究竟是何许人也,他和素玉有着怎样的奇妙关系, 两人在最后一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? 素黄两人的战场渊源还要从1946年的苏中战役说起。 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, 既方便回顾往期视频,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 黄百涛既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,又不是黄浦系的学生。 作为一位杂牌军将领,黄百涛却能得到蒋介石的欣赏, 而这主要跟他与素玉的多次交手有关。 在淮海战役之前,黄百涛跟素玉交过三次手, 第一次就是1946年的苏中战役。 抗日战争结束后,苏中地区一直掌握在我军手中, 可蒋介石却始终对苏中一带虎视眈眈, 为了夺回此地,蒋介石派遣黄百涛率领部队对苏中地区展开进攻。 在一个月内,他和素玉共展开七次战斗, 双方各有伤亡。 虽然黄百涛并未成功夺取苏中, 但是他的全身而退,受到了不少国民党将领的吹嘘。 很多人称,黄百涛是素玉的冤家对头, 是共军的战场克星。 素玉和黄百涛的第二次交手, 是1947年的孟良顾战役。 当时张灵甫率领的七十四师, 被称为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, 可是却被素玉率领的华东野战军打得溃不成军。 为了实施救援, 蒋介石派出了速度最快的黄百涛部队, 凭借着先进的装备, 黄百涛部队一度打到距离张灵甫只有六公里的位置, 可最终仍然被素玉指挥部队拦在了包围圈之外。 由于支援任务失败, 国民党七十四师被全歼, 师长张灵甫战死, 而蒋介石一气之下撤去了黄百涛的所有职务。 素玉和黄百涛的第三次交手, 则是在1948年的玉东战役。 当时素玉以三个师的兵力将国民党七十二师困死在龙王殿一带, 而前来救援的黄百涛部队也被素玉包围在地球殿附近, 两个兵团相距不到五公里, 却始终无法实现会合。 正当黄百涛准备拼死突围时, 素玉却突然下令部队撤退。 虽然国民党在这次战役中被歼灭九万多人, 可当黄百涛返回司令部之后, 蒋介石却对他大肆表扬, 称他是解救七十二师的大功臣。 这三次交手, 虽然黄百涛都是素玉的手下败将, 可是素玉却给予了他非常中肯的评价。 黄百涛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军人, 一对一的话, 我可能不是他的对手。 黄百涛和素玉的前三次交手, 虽然胜负已分, 而黄百涛能从长盛将军称号的素玉手中, 屡次全身而退, 并非是实力, 更多的其实是运气。 可不幸的是, 淮海战役中的黄百涛再也没有那么多的好运气了。 1948年11月4日,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淮海战役攻击命令, 首要目标便是新安镇一带的黄百涛兵团。 就在第二天, 蒋介石派顾祝同亲自前往徐州进行军事部署。 会上, 黄百涛提议率领部队退往徐州。 不巧的是, 这个消息被素玉及时察觉, 就在黄百涛撤退前夕, 素玉指挥部队突然展开攻击。 遭受到攻击后, 黄百涛只得指挥部队立即撤退, 而此时便有一个难题摆在素玉面前, 是否要继续追击? 张震在一旁提醒道, 要不要先给中央行事, 而素玉却斩钉截铁地说道, 先让部队追击, 再向中央行事, 出了问题, 我负责。 素玉下达追击命令后, 部队很快追上了黄百涛手下的六十三军, 仅用了半天时间, 六十三军被全歼, 军长陈章负伤后自杀。 撤退至碾桩之后, 黄百涛突然收到国民党指挥部的电报, 命令他率领部队在碾桩稍加整顿, 然后向徐州方向撤离。 可就在不久前, 刚刚撤离到曹八级的国民党四十四时, 被素玉全部歼灭, 这就导致黄百涛的撤退之路被彻底阻断。 无奈之下, 黄百涛只得死守碾桩等待救援, 可令黄百涛没想到的是, 他没能等来援军, 却等来了自己的死期。 碾桩是一个一手难攻之地, 而且这里还有国民党四十四时撤离前留下的大量攻势, 为了趁黄百涛部队隶俗未稳, 将他们一举歼灭, 华东野战军各部队便匆忙展开了攻击, 可非但没有取得任何战果, 反而损失惨重。 年装战斗打响前三天, 进展非常不顺利, 很多阵地是占了又失, 虽然黄百涛部队已被团团包围, 可是包围圈却迟迟难以收缩, 一时间华野部队伤亡巨大, 有参谋向速誉汇报, 黄百涛部队太难打了, 只有百米的进攻范围, 黄百涛竟然布置了二十多艇机关枪, 子弹就像黄豆一样向我们打过来。 除了正面的黄百涛部队, 国民党还派出了大量飞机, 对我军进行空袭, 同时还向黄百涛部队喊话打气, 这让年装内的所有国民党战士都充满信心, 甚至不少国军战士已经下定了死守到底的决心。 11月13日, 碾庄战斗打响的第三天, 前线指挥所的华野四重司令员陶勇, 突然接到了苏宇打来的电话, 电话刚接通, 苏宇便急忙问道, 陶勇, 您那边伤亡情况怎么样? 陶勇故作震惊地回答道, 战士们的进攻热情都非常高, 在战场上打得都非常勇猛, 快速拿下碾庄, 没有问题。 听到陶勇这样回答, 苏宇非但没有一丝放松, 心情反而更加沉重了, 随后非常生气地问道, 别说虚话, 我问的是具体伤亡人数。 这时陶勇小心翼翼地说道, 可能不到两千人, 不是特别严重。 以苏宇身经百战的经验, 他非常清楚, 以目前的战况, 伤亡人数绝对不止两千人, 随后用非常生硬的语气追问道, 你骗鬼呢? 我要你如实报告, 到底伤亡多少人? 我可奈何之下, 陶勇只得沉重地回答道, 伤亡非常严重, 到目前为止, 我部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四千人。 挂断电话后, 苏宇整个人都愣住了, 十几分钟里没有开口说一句话。 自从苏宇参加革命以来, 四众一直跟随着他, 苏宇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, 四众是最值得信赖的部队, 而四众总人数只有两万三千多人, 真正参加一线战斗的战士更是只有一万多人, 四千多人的损失必定会让这支部队元气大伤。 正在所有部队都面临着巨大伤亡时, 苏宇却突然下达了一个奇怪的命令, 可也正是他的这个命令, 让整支部队一鼓缩气, 在不到十天之内彻底歼灭了黄柏涛部队。 苏宇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, 随着碾庄战役的持续, 伤亡人数预热俱增, 各部队内部出现了少数松进泄气的情况, 碾庄的范围只有十几里, 可是黄柏涛部队的十万人全部聚集在这里。 为了死守,黄柏涛命令部队, 把碾庄内所有村落都连接成珠网阵地, 而且还将攻势铸成加强势, 将枪口隐藏在解放军很难发现的位置, 形成了非常严密的火力网, 这就导致冲进庄内的解放军战士无处可躲, 纷纷倒在敌军的枪口之下。 后来有幸存的解放军战士这样描述战场情况, 当我军展开冲锋时, 经常是在毫无准备下就遭到了敌军的射击, 一批批的战士倒下去, 一时间战场周围的水沟里, 墙角下到处都铺满了我军战士的遗体, 水沟里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, 而有幸撤退下来的战士, 很多人的血里都灌满了血液。 碾庄战斗刚刚打响几天, 华野部队就损失惨重, 尤其是部队的营长、连长以及排长等干部更是伤亡巨大, 可是战斗成果却不太显著, 即便如此, 依然有无数战士前赴后继地冲向敌人的枪口, 不断有人员伤亡, 也不断有兵员补充, 可到后来, 兵员的补充速度越来越慢, 这时就有不少战士开始抱怨道, 再打下去部队就没了, 不能再往上冲了, 看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, 苏宇内心充满了悲伤, 调整好情绪后, 他立即下令, 严禁上报死亡人数, 这个决定让所有部队都不太理解, 甚至有人心里开始犯嘀咕, 难道不上报就没有伤亡吗? 苏宇司令为何要自欺欺人? 苏宇严禁上报死亡人数的命令, 并非是过于绝情, 而是他心里清楚, 即便伤亡人数再多, 这场仗依然要打下去, 依然需要有人冲上去, 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, 势必会导致战士们逐渐失去信心, 整支部队的士气会越来越低, 这样反而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, 到最后, 非但没办法取得胜利, 还可能有更多战士白白牺牲。 苏宇下达了这个奇怪的命令后不久, 华野部队又收到毛主席发来的电报, 毛主席表示, 淮海战役的难度非常大, 速胜不太可能, 这场仗可能要持续两个多月, 伤亡人数可能超过十万, 希望部队可以沉下心慢慢打。 毛主席的电报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, 不仅大大缓解了速胞的指挥压力, 更是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华野战士们的信心。 冷静之后, 速胞仔细分析了我军损失巨大的主要原因, 第一, 敌军在碾庄内的攻势太紧凑, 不太容易爆破, 也很难冲锋。 第二, 敌军过于集中, 反攻力度太大。 第三, 我军部队进攻过于着急, 导致指挥不够统一, 各部队之间的配合也不太协调。 11月14日晚上, 苏宇召集所有指挥员开会, 对行动方案进行了重新调整。 会上, 苏宇非常明确地表示, 黄柏涛部队坚守碾庄, 无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。 我们过于急促地进攻, 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。 现在调整进攻计划, 各部队把进攻节奏放得慢一点, 慢慢消耗黄柏涛部。 根据苏宇的最新指示, 15日凌晨, 我军所有战士都撤回了阵地, 战场上一片寂静。 就这样, 我军战士白天挖娇通好, 晚上给敌军进行突然袭击。 从19日晚上开始, 敌军的围墙被我军陆续突破, 20日凌晨5点多, 碾庄被我军全部占领。 当我军突破碾庄的第一道围墙时, 黄柏涛便已趁乱逃跑。 21日, 我军开始打扫战场, 最后在碾庄东北侧的吴庄, 发现黄柏涛逃跑的痕迹。 敌我双方在此处展开了最后的决战, 很快, 黄柏涛率领的残部被全歼, 而黄柏涛本人因为逃跑中受伤, 眼看大势已去, 最终在绝望中开枪自杀。 水因地而治流, 兵因敌而治胜, 这是苏涛最喜欢的一句话。 在战场上, 苏涛总能够根据敌人的变化, 而改变自己的指挥。 在苏中战役如此, 在孟良顾战役也是如此, 在全歼黄柏涛部的碾庄战役中, 更是如此。 总而言之, 苏涛对得起毛主席, 淮海第一功的夸奖, 他更值得战神的称号。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, 点赞评论, 关注支持一下吧。 咱们下期再见。 咱们下期再见。